哈喽大家好,我是以莲 今天呢想给你们做一个包包特辑 就是我最爱的六款包包的一个分享 希望你们能忽略一下我的背景 因为我这个被子是实在有点叠不动了 因为那边全是我放了一些我要叠的衣服 然后它们很重嘛,就拉不动我这个被子 就不能把它弄撑头,你们懂吗 好,希望你们忽略 好,今天呢想给你们录一下我最爱的六款包包 这个就是我精心挑选了 我目前最喜欢背的 然后我真正最喜欢的六款包包 最常背的六款包包 跟你们做一个分享 然后有评价的 也不叫评价吧 就是都是专柜 但是有稍微便宜一点的 然后稍微贵一点的 就一一跟你们分享吧 现在不说废话啦,进入主题吧 首先是一款LV他们家的包包 这款包包我之前在我的十月暗用品里面有说过 这款包包应该算是我最喜欢背的一款包了 因为我觉得首先它非常的轻 它的自重非常非常轻 然后它又小 我就觉得这样跨在这个肩上 就是不会给我们的脖子有太大的负担 而且出门一般就是如果在不坐车的情况下 就自己不是出去玩的情况下 就是在你自己生活的城市 一般开车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款包就足够我背了 因为我就放些卡呀 然后放点零钱 放些餐饮纸口红就OK了 然后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这款是LV他们家三合一的包 然后打开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九红色的一个帆布的一个设计 然后里面就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大通层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些你重要的东西卡呀什么的 反正我还蛮喜欢这款包 然后随着这款包呢它送了两个这种东西 但我一直都没有机会用 我就因为我觉得这个包自己装一些东西就OK了 没有必要再用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organized的人呢 你就还蛮需要这个的 这个一个是一个卡包 然后这个卡包是皮质的 就皮的感觉还挺好的 应该是他们家那个Q皮是吗 然后就这个皮质的一个这样的包 好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们家这个经典的像这种小钱包一样 其实这个包真的挺滑的来的 它就是送你 你买这个包还送你两个这种东西 我觉得还蛮滑的 即使你就是不用这个包 你可以放在其他的包包里面用这些东西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这个里面呢也是这种酒红色的 我觉得还蛮好看 然后这个也是皮质的 就是它送了两个这样的小包 就是你即使 反正我是不用这两个东西的 然后我就一般只用这个包 但是如果你可以放在其他的包包里面用啊 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蛮划算的这个包 好 就是我最爱的一款包 就是这个包啦 好 接下来呢 我要给你们介绍的一款是比较便宜一点的包 是Coach他们家的一个很便宜的包 就是这一款包 这个包也是我背的非常非常次数非常多的一款包 然后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包 其实Coach的包很多就是那种抄袭大牌嘛 不得不说 但是呢 这一款包是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它是波士顿包 Coach他们家波士顿包 首先它的形状非常的立体 就觉得这个包不是在那里塌 就是这样塌的一塌 你懂吗 就是这样非常的立体 它怎么样 它这个形状的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还蛮喜欢这一款包的 然后还挂了一个像这样的兔子 上次在我的视频里面有说 好 这个里面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就 它的里面的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 比如说你上班就又不想太张良 不想背名牌包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它比较低调嘛 但是如果你上班 你可以不去买我这个颜色 可以去买黑色 但我觉得这个包夏天背会非常好看 冬天配那种黑色的羽绒服 然后你背一个像这种样子的比较亮的这个包 也算是给你的衣服 给你的穿搭 添加一点颜色吧 反正我觉得这个包就是夏天背超美 冬天背也很美 我就很喜欢这款包 然后那性价比也超级超级高 所以我很推荐这一款 Coach他们家波士顿包 觉得呢 它特别能装 就是你可以看我里面 真的是可以装很多东西 我就是有的时候出去录 如果录Vlog的话 我可以把我的相机啊 钱包什么乱里包 全部放里面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特别推荐这个颜色哈 如果你就是 在寻求一款比较亮一点颜色的包呢 这款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款包 好 接下来呢 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一款手包 是MK他们家这款手包 然后它是这种 卯丁的这种设计的手包 是粉红色的 粉粉的 我觉得这款包也蛮好看的 就是如果你夏天要出门的话 就比如说出去买个菜 或者是就是出去逛个街的话 你逛街你肯定想要你的双手free的话 你就可以提很多你逛街的袋子嘛 然后这款手包呢 我就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你直接这样胯 你就胯在你这个手腕上 然后这样一拿 我就觉得还蛮时尚的 同样呢 你也可以把你的双手就是解放嘛 我觉得还不错 你就不用背那么重的东西 然后这一款包 我同样也给我闺蜜 给她买了一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包太好看了 然后我觉得 反正我很喜欢这种样子的包 你就放一些卡呀 它里面有这些卡的这种隔层 你们看的嘛 你就可以把卡放里面 然后放些手机 撑一只口红什么的 然后这里面 你可以放一些重要的东西 就这样的一个包 我也很喜欢 我觉得蛮好看的 粉粉的 也很可爱的 这个包 这个包 我之前去看的时候 好像还有蛮多颜色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接下来呢 是一款 也是一款小包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背小包的人 因为我觉得 我的颈椎 就是有颈椎病 我不能背太重的包 要不然我会很难受 接下来呢 一款包是这款包 是Prada的这款包 应该是15年的时候 蛮流行的这一款 就是一个新款 但是现在已经是老款 就15年的一个新款的一个包 我很喜欢这个包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 它虽然小小的抑制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能装 我每次回国的时候 几乎背的都是这一款 Prada的这个包 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Prada的这个包 我觉得质量有点点差呀 像我这后面 就是经常就是 就是估计用的比较频繁吧 然后它后面都有滑 可能 然后还有这些漆呀 什么的都掉了 所以说这就是 我觉得质量有一点点不好 但是这款包 我还是很喜欢的 给你们看看里面 这里面我放了一个小背形 因为不用它的时候 最好把包搞得立体一点 让它形状就会变嘛 好 放了些纸 给你们看一看这个里面 它也是有这种 你可以装卡的一个小隔层的 然后里面也是可以放重要东西 然后这边可以放些硬币什么的 就像一个小钱包一样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好 这边就可以放手机什么的 你别看这么小个包 但是我平常就是拿它装很多东西 就像手机呀 口红呀 钱呀什么的 就是每次出门的必需品 还有餐饮纸啊什么 它都可以装下去 然后它还蛮能装 你们可以看到它侧面 就是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所以说这个包不错 因为它小小的一只 然后不会伤害我的颈椎 所以同样它这个颜色我觉得背起来也很好看 我很喜欢银色的包包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银色的包包很大气 然后又不吃那种时尚感 所以我很喜欢这一款包包 如果现在还有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一找 这个包包真的还蛮好看的我觉得 好 接下来呢 最后两个包包呢 是一个大包 是我之前在我的那个LV的开箱里面有说过这个包 就当然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水桶包了 LV他们家这个水桶包 然后买的是粉黄色的 刚刚说话又有点说不清楚了 然后买的是粉红色的这个包 我觉得这个包我真的超级喜欢 因为它很轻 我买包包的一个原则就是 第一要好看 第二要轻 因为我的颈椎真的背不了太重重的东西 要不然我这个包就不是我背了 我就给我男朋友背了 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轻 然后这个包包真的你别看它大大的 但它非常的轻 你们可以去店里面感受一下 这款包真的是很轻 然后里面可以装很多东西 就是我平常把我那个 录视频的小三要架放里面都没事 然后我同样也是在里面走了一些 就放了一些衣服什么的 让它那个形状不要变 然后放了一个这样的大纸 建议你们包包一定要这样保存 这样会比较好 好 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通层 然后它是麂皮的这种设计 详细的关于这个包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我那个LV 那个开箱的那个合集 开箱那个视频 我在里面有很详细的说它 那这个包的字 这种真的是非常非常轻 你们可以看 就是很轻 然后它有一个这样粉红色的链条 然后你可以用两个方式 具体拿两个方式 我忘了 到时候还要查一下 好 你就可以这样胯 然后你也可以把绳子拉长一点 这样胯在这个肩上 然后这个包就蛮好看的 我觉得 然后很女生 我觉得粉红色 这个粉粉的还挺好看的 然后我就觉得蛮女生的 同样它也不会 就是其实我平常不是很喜欢老花 这种设计嘛 我觉得有点老气 但这一款包包 这个老花就还蛮正的 配上这个粉红色 就稍微阳气了一点吧 稍微年轻了一点吧 然后里面有几题的设计 我刚刚有说 好 它就是两层 然后里面有一个中间有个隔层 你可以放你的重要的物品 最后一款包呢 是我最近新买的一款包包 我也很喜欢是这一款 是Terry Branch 他们家这个 Terry Branch 对吗 他们家的这一款链条包 我很喜欢 然后它是有这种 这种编制的这种 疼的这种感觉 但是它是皮的 不是那种布的编制疼 然后我觉得它很好看 就是很大气的一款包 然后给你们这样 背着上身一下 看一下 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 蛮大气的包 然后你就是平常 可以穿一些 就是比较正式的衣服的时候 背这一款包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同样它也很低调 就是不是像这种包 就这么张扬 一看就可以看出 是什么牌子的 然后我就觉得 这种低调的包 我也很喜欢 这个包包打开呢 就是这个样子 里面它有 他们这个牌子的logo 然后打开就里面 就是这样一层 就是可以装 东西还是 因为它这蛮大的嘛 比那些我推荐的小包 东西肯定是能装一些的 然后这个包 我真的很喜欢 我觉得它非常有质感 然后有气质的一款包 我觉得是一个 蛮好看的包的 就是蛮好看的 这种链条包的 你可以用两种方式背 就是可以这样拉长 也可以像这样的链条 这样背 我觉得还不错 好 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 所有包包 我都跟你们分享完啦 然后这就是我 非常非常喜欢的六款包 好 这就是我视频的 所有内容啦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